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继续在启示录 这本书上来继续的思想 上帝在末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过去上一堂讲到 新天新地 这个上帝允许我们成就的一个无比的国度 我们思想了他的背景 他的来龙气脉 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思想第二方面 第二堂 就是在新天新地的国度里面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读的圣经里面呢 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 新天新地的国度是那么的完美 是一无所切 是属灵的不朽的一个永恒的国度 所以第一世界他这么说 神要磨去你们一切的眼泪 在新天新地里面 没有眼泪 因为神亲手要骂弃我们在地上 所经历的一些痛苦 所流的眼泪 神要把我们的眼泪 把我们的眼泪 收集起来 当作珍珠宝贝的来爱惜 还有什么 不再有死亡 我昨天晚上收到一个信息 有一个姐妹的先生 去世了 要我们的教会来帮忙他 来行这个丧礼 我们在地上有生离 有死别 这是地上的国度 可是当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国度里面去的时候 圣经运行我们说 不再有死亡 而人类最大的仇敌 人类最奇葩的 就是死亡 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 不再有死亡 那是永远永远远远地 活在上帝的面前 还有呢 也不再有悲哀 那我们在世上会遇见很多悲哀的事情 生离死别就是一种悲哀 但是在天上已经没有这种生离死别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再悲哀 只有欢乐 只有喜乐 只有赞美 没有哀痛 没有哭号 没有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 我们在地上所受益的一切的苦难 一切的生离死别痛苦 眼泪都已经成为过去 一切都更新了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 天上所不能够经历的 这些悲哀 死亡 痛苦 流泪 所以我们在地上免不了会遭遇这些苦难 但是当有一天你把我们迎接到你的新天新地去的时候 就不再有这些的悲哀痛苦死亡的事情 因为在那里是永恒的新的国度 你把我们更新了 你也为我们创造一个更新的天地 让我们在那边永远与你同在 那是一个完美 无切欠的新造的 属灵的 不朽的国度 等待着我们去那边 与主永远的同降 你在创世以前 就已经预定我们要得那永恒的祝福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 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保险遮盖这个地方 让一切恶的血的罪恶远离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属于神你的国度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我们今天继续谈到第五第六节 这是第六方面 我们要讲到的 就是新天新地 一切都更新了 第五节说 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说 看啊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当神叫我们看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我们专心注目看 他要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看世界上的事情 看消极上的事情 所以我们灰心 我们跌倒 我们软弱 我们流泪 我们痛苦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消极的 是属于世界的 神要我们看 神运行我们说 我要把一切都更新了 他又说 你要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成了 我们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 不能成就我们的目标 但是神能够成就他的目标 也能够成就他为我们所定的表竿和目标 成了 这是耶稣基督最后离开世界的一句话 当我们在世上活着 接触世上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句 完了 完了 finish it is finished 我们这一生就完了了 但是耶稣虽然死在十字架上 圣经也是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 怎么会成了呢 他说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玛加 我是创始的 我是成中的 我要把圣命的泉水 白白赐给口客的人喝 这是上帝在启示录里面 第一次说 他是一位能使万物更新的上帝 这是我们回想到在古代众先知所踪景的 所理想的梦想 以赛亚先知也是听到上帝这么说 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 我们常常伤心难过 就是我们忘不了从前的事 人对我们的伤害 人对我们的亏欠 人对我们的剥害 人对我们的不公不义 我们常常不能忘记 我们生活在过去的痛苦里 而保罗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 要忘记背后 你们不要再思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再思想古时的事 然后他都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你看见上帝做这件新事了没有 你看见吗 他为你做了一件新事 这件新事是什么事 保罗呢也这样见证说 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那么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人 上帝可以叫人更新 上帝不能叫万物更新 上帝能够叫人 按照他形象所造 堕落败坏 等候死亡 王跟审判的人 能够更新 上帝曾经更新了的那些 在基督里面的圣徒 神为他们指定一个日子 他会再造一个更新的宇宙 让我们在那里 永远地与他同住同在 没有其他的神明 能够为我们再造一个 更新的宇宙 让我们在那里 永远与创造我们的神同在 这些很重要的话 上帝并没有命令 约翰把他记下来 而是那个在上帝院前的天使 命令约翰 必须把这些事记录 而且要紧紧地记住 因为这些话 都是实在的 都是可信的 都是必定会推荐 会应验的 所以不但要记下来 要记在你的思想 你的记忆的里面 上帝都愿意说 我是阿拉伐 我是Omega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读希腊文呢 是五十多年前读的 大概都已经忘光了 但是这些我不会忘 我是阿拉伐 是希腊文里面第一个字母 就像英文的A 是开始 是起始 我是初 我是中 Omega 就是希腊文里面最后一个字母 就像英文的Zid一样 他是开始 他是接种 当然 约翰听见的这些声音 也不是首次被人听见 早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 他也曾经听见神这样的宣告 他是谁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神 你回去看 以赛亚书44章第6节 希腊文的阿法 是字母的开始 希腊的Omega 是字母的最后一个字 但是约翊在这里 把这句话加上 他自己的著名跟结束 上帝是开始 上帝是末后 开始 在下文里面 是arche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不是单单指时间的结束 像我们做完礼拜 一点钟我们结束 这个完了 不是 他包含着里面 万物的起源 是从神 那里开始 所以当我们读 创世纪的时候 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 起初 上帝 创造天地 一切的开始 是从神开始 那我们在人的观念里面 有开始就必定有结束 人的开始是起点 人的结束是终点 但是在希腊文里面 另外一个字 是叫做 是末后 这个字的意思是表示 不单单是时间的结束 而是这个时间里面 有目标 有内容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神的里面 完满的 的意思 所以他跟我们所了解的 开始跟结束 是有很大的 本事上的差别 一切的生命 是从神里面开始 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 一切的归宿 结束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也是在上帝的里面 保罗面对一些哲学家 当时哲学很流行的人 他用一种哲学的 性质的语气 来表明上帝的本质 他说因为万有 万有所有 都是本于他 也是依靠他 也是归于他 本于他是开始 依靠他是继续 归于他是最后终结 不是完了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归于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以完满 保罗面对一些哲学的 希腊的当时的人士 他只能用他们那种理解的话 去表明上帝 过去 现在 将来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所以他在以佛所书里面 第四章第六节说 上帝就是众人的父 那父就是开始 对不对 你是从父来的 你从你的父亲来的 是开始 是起始 而是超乎万人之上 惯夫众人之间 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神怎么会 惯夫众人之中 又怎么能够住在众人之内 那是借着他的开始 借着耶稣基督 重生我们 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父 所以他超越众人之上 超越我们肉身的父 他是惯夫众人之中 把我们联系成为一体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教会 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 借着圣灵内住 同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实在很难 也无法把伟大的上帝 能够描写细数出来 上帝离我们 好像很远很远 摸不到边际 而我们呢 在这个宇宙当中 是一个很渺小的尘土而已 虽然如此神却说 我要将我的生命的权的水 摆摆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你有没有经过口渴的经验 你在口渴的时候 你咳得不得 你咳得不得了的时候 你很难受 世界上的渴 可以用水暂时的来解渴 来满足 来解决人口渴的痛苦 但是在属灵里面的 七渴 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物质 能够满足他的鸡跟壳 所以神要将生命的活泉 的水 不是叫你来买 今天世界上很多水 是要花钱买 我们叫废尘的水呢 有一种化学的物质 会致癌 所以废尘的水龙猴的水 是不能这样拿来喝 所以有很多灌砖的 有一些纯水 一些山水 在贩卖 那也不是便宜的 世界上以后争夺 战争的一个 其中原因 就是水盐的原因 会为着水来征战 因为水是非常宝贵的 特别像在中东这里 汽油还比水便宜 但是神应许我们 他要把这个生命的水 不是卖给你 因为你买不起 我也买不起 他是白白的赐给那些口渴的人 透过耶稣基督 他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鸡跟壳 就像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盘 如何满足这个妇人 内心的鸡壳一样 他不再鸡壳 因为他得作耶稣赐给他的 生命的活水 上帝这样做 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十六节已经表明 因为神爱他所造的死人 爱到一个程度 甚至将他唯一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 叫他们不知灭亡 反而得到永生 所以我们的神是丰富的 是荣耀的 是可以满足人类一切的饥渴 骨干的心灵 你今天用世界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你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透过他吃给我们的活水 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 这是何等的 有福 何等的恩典 我们岂能够不感恩吗 好 第七方面我要讲的是 刚才讲的非常的美好 谁能得作呢 第七点 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 好 第七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面所讲的 人得作 人就得作这个荣耀 人失去 人就蒙上修持 怎么讲呢 这里讲到人的荣耀 要以人的羞耻 是怎么来的 第七节说 得胜的 不要承受这些福分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子民 他要做我的儿子 只是那些胆怯的 不幸的 可征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穴术的 败偶像的 和所有说谎的人 败给他们的不舒服 败给他们的羞耻 灭亡 他们的愤 不是在新天新地的国度 他们的愤 是在烧着硫磺 永恒的火屋里面 永远受痛苦 圣经说 这是第二次的 谁能领受神的福气呢 新鲜经济的福气呢 只限于那些 面对各种的试探 避薄 诱惑 但是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信仰 对神忠诚的 基督门徒 上帝会赐给他最大 最荣耀的印象 跟福分是什么 我要做他的上帝 你说这有什么 有什么福 有什么荣耀 每一个神 他们的神都说 他可以做他的 他的幸福 善良性 神允许说 他要做我们的上帝 远超过世界上 所有的金王 总统 主席 对你说 你可以成为我的儿子 可以成为我的太子 成为我的公主 更加不知道荣耀有福的多少千千一万万倍 今天身在王宫里面的 王宫 这个太子们 公主们都在争重 都想多起王位 像英国的两兄弟 哈利跟威廉 两个人 斗到 反目成仇 亲兄亲弟 都不愿意见面 地上的亲王 的王位 人都可以六亲不认 那么宝贝吗 那么荣耀吗 在地上是 人看为至尊很荣耀 但是你知道一个牧师 他是牧师中的牧师 是英国的一个牧师 我一直头脑空白 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的母亲对他说 你不要从牧师的地位 堕落 成为英国的国王 你不要 从牧师的之分 堕落 变成英国的国王 这他母亲对他的高决 上帝呢 只对几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只有几个人 上帝给他们这样的应许 神曾经对 爸有新鲜的亚伯拉罕 这样应许过 我要做他的上帝 他要做我的儿子 这个应许 只对三个人应许过 在九月圣经里面 第一个是摩西 刚才那个牧师 我想起来 师部真牧师 斯部真牧师 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 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裕 建立我的业 做永远的业 是要做你 而你后裔的上帝 第一个人 神只对亚伯拉罕说过 第二个人呢 是应许赐给将来 要承受国土的儿子 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新造的人 他说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是对将来 要承受上帝国土的儿子说 在撒摩尔基下 七章十四节 这是对当时的子 以色列人被卷选的民族 在新月 包括我们基督徒 教会 第三 是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应许 神对耶稣说 我要立你作为长子 在世上最高的亲王 诗篇八十九篇 二十七节 你说不宝贝 人类历史最少六千年 只对三个人应许过 这个应许是多么令人鼓舞 令人羡慕 上帝应许那些将来得胜的人 以从前的亚伯拉罕 以要承接上帝的土地的以色列人 含有耶稣基督 没有第三四个人 你说这个应许宝贝不宝贝 这个应许的福大不大 这个应许的荣耀不荣耀 你在宇宙当中 再找不到第二个 这样的一个应许 给那些忠诚信仰 跟随他的人 没有比这个更大 没有比这个更荣耀 没有比这个更有福 然而 另外一般人 他们要蒙受羞恥 他们要被判定罪 这八种下面所罗列的罪 都是下第一的罪 一个罪都不能轻负 不能小看 都很严厉的去对付 要不然我这八种罪 都是下第一 第二 刺死的永远的 活乎的痛苦 最罗列的 第一种是什么 胆怯的 谁不胆怯 谁不怕 我们一见黑 我们就怕 难道这也要下第一吗 当然不是 胆怯就是说 你 欺怕吃苦 你爱 安逸 你 不能胜过 爱神 比爱世上的一切东西 你在受失恋的时候 你不敢承认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敢承认 我们所信的耶稣 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耶稣说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他 而是把信仰当作可有可无 有空吗 就来礼拜天听听牧师讲道 听听歌 吃吃饭 跟交交朋友 我们对人 惊怕 对 神不惊怕 亲爱老板说 你亲爱不得请假 你必须在这里上班 我们就乖乖听话 不敢说不 我们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继续办 我们怕我们的事情办不成 所以我们不来教 我们看那个事情更重要 这就是胆怯的一些的现象 甚至有人把信耶稣当作是可耻的 把福音当作羞耻的 这些人将来 他们在上的面前真的会羞耻 真会羞愧 但是人绝对不会因为害怕而被定罪 害怕也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 一种保护我们的自然的反应 要不然我们就碰到危险 我们就往前自冲 所以去怕 也是上帝的恩典 爱我们 让我们怕 怕什么 怕有毒的 怕有害的 怕危险的 那我们才会警惕 所以上帝皆对不会因为你怕 而让你下地 上帝是怕你怕 那些不应该怕的 就是最勇敢的人 冲锋陷阵的人 他们也心里会有 奇怕的 所以奇怕本身不是罪 但是当你因为你奇怕 不敢遵行神的道 而顺负人的话 人的权柄 那上帝也会这样对付你 同等的对待 你不能怪上帝 所以只有那些忠诚 自使 守住真理的 耶稣的真圣信徒 他们就会真正的 得到上帝的祝福 而那些 不能够自使 尽忠守住真理信仰的人 他们始终是会因为怕这个 怕那个 而不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 而被定罪的 因为他们 尊重自己 为尊重上帝 而不敢承认 耶稣基督 做他们的救主 因为承认耶稣基督做救主 做救主徒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我们怕付代价 我们就不敢相信接受耶稣 就算接受也是口里相信 心里不信 这种人呢 神的新造的新天新地 他们无负享受 反而他们要下到痛苦的地里面去 第二种呢 是不信的 这圣经不是说未信的 是说不信的 不是未信的 因为未信的人 可能有一天他会信 这里讲的是不信的 从逃至为 从死至终 他都不信的 听过一百次的道 听过一百次的福音 人家跟他做了多少的见证 他是坚持不信的 这些人呢 绝对绝对 将来是要受羞耻 蒙羞蒙愧 而他们最后 还是要在地域里面 火湖里面 度过他们的永恒 这些人有些可能是 名存是亡的 挂名的 基督徒吧 这些人要很小心 你可以来教会 你可以外表光鲜亮丽 我们唱诗 你也唱诗 我们奉献 你也奉献 我们侍奉 你也侍奉 但是从来 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新造的人 而仍然活在旧造的里面 你的结局也是羞耻 天国与你也没有分 你要早日悔改 真心诚意的 来相信主耶稣 第三是可真的 神证悟很多东西 你看真言 神所证悟的有气象 连他心中的有霸象 可真的就是那些 甘心愿意 任凭世界上 那些可恶的 可真的事物 来占据他们的生命 去享受这些最终之乐 而行上帝眼中 看为误会 看为罪恶的东西 这些是神所征悟的事物 我们要远离他 我们要避开他 我们要逃避他 过一个上帝所学的圣洁的生活 我们才有份将来 永恒的 新天新地的国度 那这里讲到杀人的 当然我们就不会 随便去杀人 杀人的这里只是那些 自政掌权的 独裁的 无神论的 他们命令 他们的官员 军队 去杀害 那些无辜人的血 像西里王 为了杀耶稣 他找不到耶稣 就把 玻璃痕里面 所有的婴孩 两千多个婴孩 全部杀光 这是 他没有自己去杀 他是命令 他的兵丁 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凡是两岁以下的婴孩 都把他抓来 杀了 你也看到新闻 以色列在十月七号 被哈马斯的那些恐怖分子 进入他们的村庄 男的 女的 少的 老的 包括婴孩 孩子 全部很残忍地杀戮 在杀死他们之间 还用各种的手段 去折磨他们 你想他们会 去到那个国吗 你想他们说的 阿拉能够让他们去天堂吗 我想如果他们 让这些人到天堂去 那么这个上帝 你就不可信 他也是乌腰脏的 第五项 云乱的 香港电影明星 陈隆 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 看过他的戏 他自己承认说 我也患过 所有男人 都会犯的罪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同意 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是这样炸的 其实你的何尝不是一样呢 看看那些 有多少女明星 男歌星 女歌星 他们的丑闻 遍地开花 打开新闻报纸 一点都不少于男明星 男歌星 同样的 云乱是人类最容易犯的罪 也是犯的罪 多的罪 也是不认为这是罪的罪 比较轻的来 描写 云乱 那就是过着 不道德的 生活的人 特别是男女 也包括婚前同期的人 这是我们 中国人常犯的 淫乱的罪 没有结婚之前 就同期 没有结婚之前 就生孩子 今天好像是很普悔的事情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但这是圣经很严厉的 婚前同期 这个是在婚姻以外的 没有神所祝福的婚姻以外 这是淫乱 这是下地的罪 不要轻看它 不是你 婚姻不是你跟两个人的问题 婚姻是你妻子太太跟上帝三个人的问题 基督徒呢 也常常会犯这种罪 那些离婚 再婚的男女 圣经说 如果他的配偶 还活着 他离的婚 又再婚 这就犯了 坚淫的罪 而坚淫的罪 就是下地的罪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四到第九节 回答法利赛的问题说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 那是造人造女 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一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文 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的 所以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斩经截铁的 没有遗地 可以商量 没有妥协 那法利赛人就说了 那么这样摩西 为什么吩咐 给妻子修书 就可以修他呢 很好的问题 今天很多人 提出这个问题 我只要去离婚就好了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刚硬 所以准使你们修妻 但起初神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另起的 若不是为了不争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法拉王因为心刚硬 神就任凭他这行 结果怎么样 十个灾难临到他 也临到他的王室 他的长子也死了 最后他的精兵都被淹没在红海的里面 多么可怕 刚硬的心 硬心 是上帝 任凭你的时候 当上帝 任凭你的时候呢 你就会像 法老王所遭遇到的灾难 是非常可怕的 可见人如果一意孤行 不听神的话 神最后只能任凭你 让你去灭亡 下到地里面 永远受痛苦 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8节 把这些圣经记起来 路加福音16章18节 耶稣这辈法利塞人 自以为义之后 他警告 他提醒 他也给淫乱夏列克 最正确的定义 是什么 他前面17节说 天地废弃 比立法的一点一化 落空还容易 那天会废弃吗 地会废弃吗 不容易啊 但是 耶稣说立法要废弃 比废弃天地还难 然后忽然间他爆出一句话来 这句话跟前面这个 这句话是有 有关系的 他说凡修妻 令起的 就是犯奸淫 起被修的妻子 也是犯奸淫 这是耶稣 斩钉截铁的定义 什么叫淫乱 你可以不同意 但这是神的话语 向立法安定在天 永不动摇 天地容易飞弃 所以神的这些话 也不容易会议 听不听在乎你 遵行不信心 也在乎你 因为将来的荣耀耻辱 是你自己承担 不是牧师承担 不是别人承担 是你自己要承担 这很严重的罪 我预备了六堂 关于基督教 基督徒婚姻 正确的婚姻 还有 就是结婚 离婚 再婚 婚前 同居 同性恋 堕呆 这六个课题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在这里分享 会那时候会更详细的讲到 这个课题 第七个罪 拜偶像 拜偶像的人 就是崇拜世界各种的假神的人 偶像的人 包括 他所崇拜的人 歌星 名星 还有事 你把事情看得比上帝还重要 还有事物 来代替上帝 期待上帝在你心中的地位 和他应该得的尊严 尊荣 这就是拜偶像的心 不是一个 除了看得见的偶像的形象 到庙里去拜拜 在家里拜偶像 这些都是罪 我曾经记得过一个 一个小女生 小 小女生 十六岁 从洛杉 从加拿大 一个人坐飞机 来到洛杉矶 去参加一个演唱会 他崇拜的是那个 歌星 这也是一个偶像的崇拜 讲到这方面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 犯这个罪而不知道 我们要悔改 说谎话的 第八句 说谎话 我们人最容易犯的 最容易犯的 就是讲 不真不假的话 讲谎话 而 讲谎话的父是谁 是撒旦魔鬼 所以我们 喜欢讲谎话 我们常常讲 不真实的话 半真半假的话 都是属于所谎言 甚至我们看见不对的事情 我们不敢站立我们的路上 我们不敢讲出圣经的真理的立场 我们全面不宜 认同 这也是 说谎话的罪 你看到人家做错事情 做犯罪的事情 你可以拦住 你可以执政 但是你全面不宜 这也是跟他犯同样的罪 不敢说真实的话 妥协 都是 说谎言的 这八种 非常严重的罪 也是人常常犯的罪 这八种人 都以荣耀 以新天新地的国度 完全没份 而他们的份 就是在地上 地底下的 这一个 地里面 感受永远的痛苦 在火湖里面 永远的 无仔细的痛苦 跟羞耻 第八点我要讲的是 带来异象的天使 到底他是谁 他是谁 第九跟第十节 那位把天上耶路撒冷的异象 带来的 他的身份 让我们觉得有一点 不解 差异 他就是那曾经手持七个碗 胜作最后七大灾难的天使当中的一个天使 当我们最后看见他的时候 他带来的巴比伦 跟大淫妇的异象 这是一个不形成的一个天使 跟他带来异象是非常不平常的 因为在第十七章第一节里面说 那位天使邀请耶翰来说 你到我这里来 我要将大淫妇所受的刑法指给你看 为什么天使要叫约翰到他这里来呢 目的呢是要将大淫妇 跟所要受的刑法指给他看 让他知道受刑法是何等的可怕 而在二十一章第九节说 也可能是同一位的天使 发出了邀请 也是邀请约翰来说 你到我这里来 同样一句话 你到我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这一次指他看的是另外一个形象 另外一个读画 将心腹 就是羔羊的妻子 指给你看 他是谁 他是谁 神的羔羊是谁 羔羊的妻子是谁 就是你啊 是我啊 是教会啊 不是这个礼拜堂 是坐在礼拜堂 你跟我 叫他们来看我们 看什么 为什么要来看我 看淫妇 淫妇要受刑法啊 那看我们呢 没有人敢肯定 在这一章文子 这一章的经文里面 它到底象征什么 它代表什么 约翰从一位天使听到同样的信息 那么他一定有他的用意 可能是约翰在他思想构想中 他希望能够明白 上帝的仆人 应该怎样服侍他 是听从神 跟他所使用的天使的差遣 叫你来你就来 叫你去你就去 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过 叫你不做那个你就不能做那个 还是听人的话 教会的领袖的话 有权威的人的话 那这样就不是仆人了 那是故宫了 你要做故宫还是做仆人 我们真正蒙造的人 都是做上帝的仆人 不是做故宫 我们就听神的话 遵行圣经的真理 所以呢 上帝也同样对蒙造的 以希洁先知有同样的意念 有同样的一面图法 让以希洁先知看到去经历 他说上帝的印象中 我带我到以色列地 上帝的印象里面 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去 去做什么 安置在至高的山上 为什么要在至高的山上 因为高的地方 在看得一眼看得清楚 看得正确 如果在井底里面看到 是一片天地 一片 那是井底之蛙的看见 上帝不要坚持做井底蛙 看井上面只有那片天地 神把他带到高山上去 一览无疑的 像阴一样飞在高处 看得清清楚楚 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清楚 我们是在地下的 这个社会 混在社会当中生活 你能够看 你不是在一个高位上 你看得不清 看得不楚 很多教育的领事 甚至牧师传道 都看得不清不楚 就看表面 非常光鲜 非常亮丽 非常属灵 但里面动机是什么 从来就不知道 他被提起来到高山上去 要他看整面的全面的 不是极部的 是全部的 完整的 情景 看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 要叫他把所看见的传达出去 所以他被提到高山上去 这个被提的意思 除了是肉体被提之外 最重要是心灵 深深地受到圣灵的感动 被激动 而被提升到一个高度 他能够看见 人所不能看见的 人所不能看见的 神要他看的是 真理 听到上帝要对他说的话 不是别人可以听到的 只有这个心灵 属灵生命 被提升到一个程度的人 才看得到全面的光景 才听得到上帝的话 要不然我们所看的就是表面的 肤浅的人的声音 而不是上帝而来的声音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很小心 我们常常落在这个光景里面 而不知道 所以我们上帝要有 全自训练的牧师传道 来做教会的牧者 你想职日长老能够做吗 他们在世界上忙着生意 忙着生活 他能够管到社会很多事情吗 那礼拜一天来 几个小时就走了 他能做什么 如果不是全自的牧师传道在做 教会胜功谁来做 所以有些教会说 我们不需要牧师 我们不需要传道 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 看看那些教会 像什么 像是不像 最后一点在这一章里面 这一段里面 第九 这里讲到新尘的光辉 是如何的光明先灿烂的 这个新天新地里面 新圣城是非常光明 非常灿烂的 那在这里呢 在翻译上有一些困难 因为光辉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 是翻译做光辉的这个天体 太阳星星月亮这些天体 常常翻译成是光辉的天体 天上的 好像在创世纪里面 上帝使两个光照耀 但是在创世纪所用的字 我们合本把它翻译成是光体 这个光体并没有说明一定是天体 这个也是个光体啊 对不对 这个也是光体啊 合本圣经翻译是光体 那么这是不是指一个会照亮整个城的一个光体 或者星球 或者一颗发亮的钻石 笼罩着整个城 这个光到底从哪里来 为什么这个城是那么光明的 这个光是笼罩着整个城 不是一部分 是全部的地方没有黑暗 都被光所渗透 被光所光照 圣经告诉我们下面度上去 这个城呢 不需要再有月亮 也不需要有太阳 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光 上帝就是光 上帝本身的光跟荣耀 就能够照耀整个新天新地的新圣神里面 都是光明灿烂的 没有黑暗 所以没有黑暗就没有去怕 对不对 我们孩子 走过A1的地方都会怕 我们大人也会怕 走过坟墓的时候我们都会怕 特别是中国人的坟墓 我们会怕 但是呢 在天国里面 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 也没有会发光的光体 只有上帝的荣耀 光照着整个上帝 这证明什么 证明上帝与我们同在 证明上帝与我们同主 但是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经文里面 得到一些的启示 菲利比书第二章十五节 有一个这样给我们的提示 这个提示说 你们 显在这世代中 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 是黑暗邪恶的世代 好像明光照耀 原来我们是发光的光体 耶稣不是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吗 我们的光有没有照出来 把黑暗的事情照出来 把犯罪的事情照出来 把刚才八种罪都把它显明出来呢 他说我们隐藏呢 我们热盖呢 我们闭口不言呢 这样就很好嘛 因为妥却嘛 就不善何其嘛 那你好我好嘛 都平平安安嘛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人说你平安平安的时候 你就有祸 这是神的话 不是我的话 当我们生活在里面 我们像光体一样 光明照耀着 把黑暗 虚假 爆上 谎言 淫乱全部照出来 要不然我们做光 要不然我们做光了 干嘛 我们就不是光了 我们也是做炎 要把这些罪业 把它 把它消灭掉 让它不发臭出来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到那个光明灿烂 荣耀的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新圣神 永远与他 荣耀的上帝 同住同在 直到永远远远 那些不在里面的人 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到第一火湖里面去 做永远的痛苦 没有别无险者 我们祷告 主啊 你把你的话 说得清清楚楚 耶稣说 这个天地要灭气 还容易过你的话语的一点一笔 立法 被废弃还容易 可见你的话语 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由而可听的 就听 就蒙恩蒙福 遵行的 就蒙恩蒙福 听而不闻的 义孤行的 妥协的 隐盖的 热焉的 沉默不语的 将来都要受到 上帝的审判 那 主你帮助我们 教会 是社会的良心 如果这个良心麻木的 被火 弱 坏了 那这个 人就全部 毁坏 讲台 是教会的良心 如果讲台 不讲真理 讲真话 只讲讨论 喜欢的话 那这个 讲台也是实的 也没有作用 主啊 你让我们有个 无愧的良心 对着你 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 能够忘记背后 奴隶面前 向着标杆自跑 也让我们笑保罗 在我们走完精神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夸耀地说 那美好的战 我打过了 当跑都让我跑进了 所幸的道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荣耀的冠冕 圣灭的冠冕 为我存留 那我们就不惜此行 我们就不惜做一个 忠实的基督徒 否则 我们今生这白狼一趟 白白来走一趟 空手的来 将来也是空手的会 主啊 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真心真意的 来跟随你 不是虚情假意的 逢场作戏的 跟你打交道 因为最后 真相总要暴露 因为人在暗中所做的事情 神要在阳台上 在光明之日 把它宣扬出来 所以主啊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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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